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主权 这三个名称极其的相似 也容易让大家混淆 能否请毛宣锦同志帮忙分析其中的不同 好的 感谢我们今天晚上的我们的搜索 那各位少爷的同胞们大家在吃饭晚上好 那我们知道我们少爷有好多好多的本土的政党 他们所打出的这个口号 几乎他们的理念他们的方向就是他们党的理念 党的方向都不不一样的 那我们我在这里我足以的跟大家分析一下 我们所谓的我们少爷的这些政党 他们对少爷的主权 他们对少爷的自主权 甚至他们对少爷的自治的这个权益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看到说前不久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政党就是少爷的团阅党 这是我们黄校党的政党 他们撒出说我们就是当他们访问他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答的他给的答案非常的清晰 就是这个独立还直接还未到 所以他们要的是只是一个自治的政府 就是自己兼管理自己他们还没有心理准备 就是说实际未到要独立的这个理念这个方向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杀团阶党 他们打的就是所谓的自治的这个权利 大家明白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管了我们 大老爷58年的这个由从联盟 从这个六十七十年代的联盟到后来的这个 这个法律上的国政 再到现在这前几年才换了名字的这个DPA 就是查罗业政门 那他们就是一路来他们只要求了 他们所要的就是要哪为我们逝去的主权 就是我们主权失去了 他们只要求哪为局部的一部分的 比如说这个教育 这个医药 还有这个移民 这个这个鞏固这个移民这个法令 这个权利 这等等的他们只要求了这些局部的自主权 可是我们在线上的我们的同胞 我们知道 那今天在我们还在马来西亚这个宽件里面 今天我们跟马来亚我们要求了 我们的主权已经被他们掠夺了 被马来亚全面的掠夺了 可是今天我们要跟他拿回局部的自主权 我们是想想今天马来亚可能他可以局部的给我们 可是他也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也可以给我们的自主权 把它完完全全的收回来 比如说我说一个很简单 就是税务就好了 我们的税收 那按照这个税收来说 他是根本没有权利来抽我们的税务 这个税务完完整整的 是由我们沙劳业的政府 我们人民损出来的沙劳业政府 自己来管理 自己来管理这个税务的问题 可是我们沙劳业的政府 把这个税务 把这个宗教 把这个教育 甚至把这个石油天然气的 还有等等的权力的 统统把这个权力交给了马来亚 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屡屡的在很多的媒体 很多的报章上 我们看到很多的公众场合 他们只要求了他们拿回局部的自主权 所以这个是不是我们沙劳业人民要的 其实我们沙劳业人民要的不是这样的 乞讨式的自主权 我们沙劳业人民要的是完完整整 属于我们沙劳业人民真正有尊严的主权 所以沙劳业人民的主权靠谁 我们就在放眼整个沙劳业本土的政党 我们看过去整个沙劳业的本土政党 讲究哪回我们独立的这个权力 哪回主权的这个权力 只有一个党 这是沙劳业的肯业党全民党 我们讲究我们要 有分百的主权 我们要独立 我们要把这个所有属于沙劳业人民的这个权力 把它争取回来 把它拿回来 所以屏幕前的我们的沙劳业的同胞 海内外的同胞 所以我们在这个来一届的 这个第12届的这个沙劳业议会选举 我们真的一定要给予沙劳业 我们的耕扬安全民党全力的支持 好的 谢谢 好 谢谢毛宣景同志为我们的解答 那赵燕芳女士 我们沙劳业现在是拥有自主权 还是主权又或者是自治权呢 谢谢我们Dr. Jane的这个问题 那我本身呢 我是认为我们沙劳业现在只有自治权 根据GPS和联邦的政府的说法都是一样的 在1963年 沙劳业就拥有了自治的地位和权力 我们可以就是我们所有沙劳业人民 可以透过这个投票 损出我们代表人民的沙劳业议员 来组成组织沙劳业政府 这就是我们自治的权力 这也是英国示范我们沙劳业的同时呢 安排成立马来西亚联合班的其中一个方式 那像我们刚才我们毛宣景说的 到底什么是主权呢 那沙劳业到底有没有自主权呢 对我来说只有一个 那就是入境的自主权 那就是移民厅那个最后一个入境的自主权 就是我们所谓说最后一条内裤了 还是属于穿在我们沙劳业人的身上 那我们讲到这个自主权的时候 我们要谈到一个就是 Chuckles Island联合国国际法院 于这个2019年2月25日裁定 国际条约自制定的规定 就是只有拥有主权的 并且独立的国家 才能够制定条约和拥有自民地 而且要满足以上的条件者 才能够与其他独立国家 签署这个同样类型的条约 因此MN63对我来说是无效的签约 因为当MN63签约签署的时候 我们沙巴及沙劳业是没有主权 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而且在签署这个条约的时候 我们沙巴沙劳业仍然是英国的自民地 那如果我们说MN63是无效的话 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再谈论自制了 沙劳业目前要的是什么 就是要的是自主权 那我们拥有的是什么呢 就是只有外来入口 外国人来入口入境的自主权 那叫做immigration autonomy 沙劳业在方方面面 都要听从联邦政府的所有的决定跟指示 因为如果MN63是无效的 所有的权利应该纯属归还我们沙劳业 而我们沙劳业将可以完全的控制 就是所有的事项 那这是我对我们所谓自主权的见解 谢谢Dr. Jen 好 谢谢赵燕潘女士 那我想再问你 钱马哈迪首相在2018年的时候说过 现任沙劳业政府GPS一直在谈论要求更多的自主权 那我们沙劳业是基于什么理由来要求更多的自主权呢 给我来说刚才我们如果说我们MN63是无效的话 那就是其实MN63的签署是属于四个邦国一起签的合约 那时候其中两个是自民地 那就是沙巴沙劳业 一个是自治国 那就是新加坡 还有另外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那就是马来亚 我们四个在一起签一个合约在英国见证之下 那我们说如果一个国家 或是我们就打一个比例 一个小孩子就是或是一个物质 因为我是卖房地产的 那我就说物质吧 那一间物质 那么你要把我的物质卖掉 那要卖给另外一个人 那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你自己私自去签署一个合约 那你签署为到我的这个同意 为到我的concern 请问这个合约是有效的吗 真正的物质他没有签也没有同意 那你自己去签 请问是有效的吗 再另外一个比例就是说 一个还没有逐岁的孩子 那他要求要结婚 那如果说他自己去跟人家结婚 他还没有逐岁 那么请问他没有他父母的同意之下 签署同意之下 他可以吗 就是还没逐岁的孩子 所以这就是我所讲的一个example 谢谢多德杰 好你的解释非常的详细 谢谢你 那今天是7月19号了 三天之后就是7月22号 相信大家都知道那天是3月日 也有很多人说那天是3月独立的日子 请问这是真的吗 可否请毛宣锦同事为我们解答一下呢 说到7月这个原油 7月原油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说 马来西亚合约 MA63 在什么时候签订的 在哪个地方签订的 而且他是没有名义的基础之下 而签订的 MA63是在1963年7月9号 代表我们沙拉业有四个 我们大家都很多前辈都知道 然后德蒙古恩珠嘎 林彭寿 这个哈吉尔奔等等的四个 去到伦敦 就是我们所谓的伦敦协议 签订了这个马来西亚 这个63年的这个协订 就是MA63 那我们知道在按照联合国的宣章 就是第五一四的这个宣章 这个条例是这样的 所有殖民地的国家 他有必须要给他们资格的人民 资格来决定说 你要参阻马来西亚 跟马来亚一起 新加坡 还有这次当时的北佛罗都现在的 一起来参阻 成立马来西亚 还是说你还是尽必要留在英国 给英国像后来的文莱 他保持继续留下来 当英国的殖民地 一直到1984年的1月1号 就不独立了 所以我们就是在这样的 没有7月9号 在没有民意的基础下 就资格代表船 代表成员就飞去英国伦敦 签署了合约 那当时的英国的 这个殖民地的政府 那签好合约回来之后 发现他说 这个有点不对 在程序上是不对的 因为当时我们沙罗月 还是属于殖民地 沙发以前的 现在的沙发 也依然是 还是英国殖民地 那这些代表去签署 马来西亚合约的 他们是代表谁呢 代表沙罗月 他们没有这样的权利 因为我们沙罗月人民 没有授权这四个人 去签署马来西亚合约 所以这个是没有民意地区的 第二点代表英国 我们当时在签署这个合约的时候 在我们沙罗月的上空 还飘扬着 那个英国殖民地的国旗 所以我们 说到底 就是我们根本没有人 可以代表沙罗月 去伦敦签署马来西亚合约 所以当时英国殖民地的政府 就发现到 这个原来程序上不对 所以马上的 在7月22号 把英国殖民地的那一面棋 殖民地的棋 降下来 降下来 那把沙罗月 就是有一个十字节 皇冠的棋 把它升上去 现在怎么 现在让沙罗月取得 短暂的自治 短暂跳来是短暂的自治 谢谢 好谢谢毛宣景同志 我们这里有一个网名 他叫明川庆 他comment在我们的Facebook Live 他说以前马来亚人入境 进入沙罗月的时候 需要使用护照 但是目前他们进入沙罗月 只需用马来西亚联邦的身份证 就可以通关了 他说的没错 那赵燕发女士我想请问你 如果7月22日不是沙罗月独立日 那沙罗月该如何取得独立呢 那么我们首先就是 如果要讲到独立的话 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独立 讲到独立我们就讲到联合国了 那么联合国授予自民地和人民独立的 那个浩决议就是义务义务 刚才我们毛玄警也有讲的 第一五义务这个浩决议 规定了自民地呢 应该拥有这个独立的这个国际的权利 该这个浩决议呢 就是允许自民地能够解除 他们自民地的这个冲进 而成为独立的国家的这个特权 那联合国在第一五义务这个浩决议 是具有国际社会和我们马来西亚认可的一个法律效益 每一个国家都必须尊重这个决议 如果不这样的话 那么可能我们这个会对马来西亚造成严重的这个经济与政治的后果 所以马来亚在1957年的时候是从英国获得独立的 根据马来亚于1963年9月16号提交的这个文件呢 其实是马来亚是在收并我们沙巴沙老月以扩大起领土后 取得一个新的名字叫做马来西亚 当我们沙巴沙老月被这个英国呢 作为一个礼物交给马来亚的时候 我们就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所以我说我们再看回当新加坡他退出马来亚的时候 马来西亚的时候 马来西亚这个也是通过的一个就是在1966年 通过这个新加坡的这个独立的法案 然后成与新加坡独立 1976年呢就是在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一个国会宪法 修正了把我们沙老月从一个邦一个国家的地位降为州 马来亚其实他进一步损就是灭损了我们的尊严 而且在马来西亚议会通过了这个法案 根据如果根据这个1974年这个石油开发法案和我们沙老月这个水域 通过2012年的这个领海领海法等方式取得我们石油和天然气所有的权利 如果沙老月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的话那沙老月的领土属于天然气 将根据联合国1964年大陆甲法自然归回归给沙老月 那今天我们是有这个领土吗 这意味着沙老月的海域及自然这个天然气自然资源 所有的收入将属于沙老月的如果我们是一个这个所谓独立的国家的话 那这个呢是我们沙老月人的权利 而且我们沙老月人民在这个独立的这条路 就是说如果要独立的话这个是一个历史 也是一个时代肩负着我们自己人民的一个神圣的一个权利 这呢这一步我们走了走了这么多年 走了多少年呢 这个漫长的58年 58年的时间到今天我们沙老月仍然没有独立 他没有取得独立 最直接的方式 刚才我们德德建议问我 那我们应该怎样取得独立呢 最直接最快的方式 那就是在下一届就是这一届沙老月 大损损举实 让肯雅兰党当政府 把你们所有手中的这一个票集中的投给我们肯雅兰党的候选人 让我们肯雅兰党带进这个 把这个独立的议程带进沙老月议会 我们提议动议沙老月独立这个议程 只要我们取得多半数就是simple majority的人同意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 就是我们现有的82个YB里面 只要有42个举手同意 那我们就通过了这个simple majority 那就是用UDI的方式修复独立这个方式来完成 那UDI就是Unilateral Decoration of Independent 这个是在法律上是没有错的 而且在国际法院 那就是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就是国际法院也是合法的 所以说我们知道这个方式是一个合法的 而且是可行的 我们就讲一个example 最新的一个国家用UDI的方式 那就是Cosovo Cosovo 他在2008年2月17日 他也是通过他自己的议会 那个举手通过 他全部是有120个议员 然后他们是109个举手通过 就完成的这个独立的这个这个法案 那么Cosovo 是从这个独立的这个 塞尔维亚这个国家独立的 那么今天如果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 就是UDI的方式那就是单方面宣布 塞尔维亚独立 以这种的方式的话 我们就会比较顺 而且也比较快 也比较直接 当然在说走独立的方法的这个路途 也有其他的方法 可是那会比较的长远 比较的就是比较多的很多的过程 程序要去复制 既然有很多的国家都是用这个方式 也是最快最直接的方式 为什么我们塞尔维亚不要跟着做呢 所以说这是我对我们塞尔维亚 要取得独立的这个一个方法 一个讲解 谢谢博德杰 那这样子听起来 就是我们塞尔维亚真的是太委屈了 一直被压榨压榨到现在 那毛宣锦同志我想请问你 就是塞尔维亚如果取得了独立之后 是否意味着我们已经脱离了马来亚联邦呢 我们必须清楚知道了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必须清楚的知道 整个其实现在的MN13 从这个新加坡从1965年 8月9号退出之后 没有曾经再银定过 这其实就已经不够了 当然了 那也肯定而已 好像说这个千月国 新加坡他退出 他脱离马来西亚之后 他宣布独立 对不对 那他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那同理啊 同理啊 那我们塞尔维亚如果独立 肯定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跟任何的国家 没有任何的 包括马来亚 没有任何的瓜可 没有任何的 这个 这个 关系啊 明白了 就是独立之后 我们就是一个 要拥有完完整整主权的国家 所以沙拉越的独立 就必须靠所有沙拉越的子民 来完成 谢谢 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 如果脱离了马来亚联邦的话 会不会触及这个煽动法令呢 我啊 对 请毛宣警同志为我们答 好 感谢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问题 你看啊 比如说我们在 就是上一任的首相 多姆哈迪 他在刚刚我们的这个 艳航同志 已经说了 他在纽约 已经宣布说 我们没有说要独立 我们上一任人民 没有要说要独立 对不对 这是他 这个是前首相多姆哈迪说的 不是我们说的 对 也就是关系 首先就是说 我们有权利独立 为什么有权利 因为我们独立要有礼 我们没有错 如果枪云签署马来西亚和约 我们沙劳越这一将 从来没有说去掠夺 从来没有说去掠夺 对方还是谁的 这个所有的自由 对不对 只有马来亚他掠夺我们 所以为什么说 我们脱马呢 而不是马来亚脱马呢 应该是他犯了错 马来亚犯了错 应该是他 马来亚要离开马来西亚 对不对 这才是理由 我们没有错啊 插劳越绝对不在错的这一方 所以我们绝对没有理由 应该是马来亚脱马 那按照2019年7月3号 南岸去了一个国会议员 西部 沙劳越西部 南岸去了一个国会议员 刘强燕 女士 她写了一封信 写了一封信在国会 给了职任的首相马哈列 她说 有什么法令 能够对付沙劳越要独立的分子 也就是说我们人民支持独立 这些就是独立分子 第二天 这是确实在沙劳越 就是在马来西亚国会发展的 第二天 就马来马上的回信 说 我们可以用煽动法令 来对付沙劳越的 这个要搞独立的这个分子 那同天 沙劳越的首席部长 就是在7月5号的时候 也出了一篇新闻说 她赞同 就是GPS的老大 她赞同 马来亚乡用 用煽动法令来对付我们 那第二天 我们肯尔南党的主席 温立山同志 马上在媒体发布了一篇 独立是我们沙劳越 人民的权利 任何的人没有权利阻止 而且我们独立 我们可以很自由的 喊出所有沙劳越人民 可以很自由自在的喊出 独立是我们要的 沙劳越的主权 独立之后所有回归 是我们沙劳越人民的权利 所以没有任何一个法力 包括坦重法力 可以来运来对付我们沙劳越 好 谢谢 好 谢谢毛宣锦同志 各位正在观看的观众们 如果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comment上 答上你们的问题 然后我们的两位嘉宾 将会为你来进行解答 那关于我们今天的这个标题 就是什么是自主权 独立以及拓码 可否请毛宣锦同志 为我们来更多的 详细的再来再补充一点呢 我前面已经有说过一些了 就是自主权 我们是要跟马来亚那边 我们跟他讨论 乞讨式的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体验 他都是用乞讨式 包括人类党 包括这个所谓的各市党 这个PPP 民进党 他们都是用乞讨式的 去民党 说你给我这个 给我那个 我钱不够用 就是用乞讨式的 跟他要求他们认为 沙罗越人民要的 其实是不对的 我们沙罗越人民要的 不是乞讨式的自主权 局部的自主权 我们沙罗越人民要的是 完完整整的主权 对不对 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最区别在这边 所以 谈到说托马 我刚刚说了 为什么托马 托马应该是马来亚 他绝对他要托马 马来亚那里像 因为他都是他在犯错 不是我们沙罗越人民 我们沙罗越在犯错 各位 同胞 我们有没有去到 我们马来亚那边 去剥夺他们的石油 有吗 马来亚也有石油 阿吉兰丹啊 这个丁杰鲁啊 对不对 我们没有啊 所以都是他们来剥夺 我们沙罗越人民的财富 所以说到这个托马 应该是马来亚要离开 马来西亚 这才是正确的 错的人要离开嘛 对不对 没有 对的人要离开嘛 对不对 好 那独立 为什么沙罗越人民 独立这么重要 中国一个伟大的领袖 毛泽东 他说 因为独立之路 就是我们的领土 属于我们的独立 全部属于我们自己 巴勞越人民 自己来管理 这才是有真正 我们要的是有尊严 抬头可以看到去面的独立 和主权的巴勞越 所以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 中国的领土 中国的主权 是中国人民的底线 那我在这里不是鼓励大家 用武装革命 绝对没有 绝对不可以 我们 要告诉大家 我们用的是议会斗争的方式 我们用民主议会斗争的方式 我同样的一句话 巴勞越人民的主权 是巴勞越人民的底线 我们用什么把它争取出来 我们愿的是 在争取来临的时候 我们走进我们的投票上 我们拿起投票上里面的这一支笔 这一支笔 在陈亚兰那个通告那边打一个查 请问一下 这样子的斗争方式 大家觉得 会难 如果不难的话 我们所有的沙拉越人民 只要一条线 拿起你的笔 打个查 在层亚兰 层亚兰那一个地方 打个查 让沙拉越 层亚兰层亚兰 层亚兰的 超过42个议员 进入沙拉越的议会 然后我们就履行 刚才我们业环同志所的UDI UDI 就是三方面宣布主力 然后它主要 它是受到联合国承认 也受到国际的法院 法庭我承认的这种独立的方式 绝对是受到国际的认可 法院 国际法庭认可的一些方式 所给所有的 在这里呼吁 所有的沙拉越的同胞 跟我们沙拉越的同胞 跟我们沙拉越全面党 够法一起的来完成律子 赋予我们的沙拉越人民的使命 就是解放沙拉越 让沙拉越取得独立 好不好 谢谢大家 这边有一个网友叫田志伟 他说很多人都在问 没有军队的话搞独立可行吗 况且沙拉越的军营里面 大部分都是马来亚兵 到时候会发生混乱的局势吗 毛宣锦同志可否请你帮我们回答一下 谢谢 感谢我们田志伟同胞 你的问题问得非常的好 我很喜欢你的问题 因为为什么 很多人担心的是不止这样 他们很多人担心说你又没有警察 大约又没有警察 又没有军队 那你这个独立之后 到底会不会说流血 还是说会有什么样的 这个动乱的局势出来 那我告诉大家 我们运运的UDI 就是受到联合国承认 我们当宣布当方面独立之后 我们就把这个议案 宣布独立的议案 我们就去到世界 去到联合国 联合国他收到这个议案之后 那他就有这个义务 去先看 先看我们苏老爷 有没有权利独立 先开进去图案 看一下我们苏老爷 到底有没有权利独立 这才是重点 结果看一下新加坡议案的 我们跟新加坡 签的老爷是一样的 Sava 以前的Not4Neil 都是一样的 那新加坡有权独立 那我们肯定是有权独立 那经过这样他必须造成全 整个地球就是联合国所有的 会员国193个会员国 要求他们来开会 那这个整个过程 必须要符合联合国的 这个方式 就是你要有一个提议 要有一个复议 那把整个沙拉越独立 为什么说这个他一定要受理 因为我们在议会 议会就是代表所有 权独立人民的秘密的基础 所以他必须受理 那提议复议通过之后 就开始来辩论 辩论之后就开始表决 辩论过后一定要表决 那在整个联合国的这个程序 会员国只需要 就是简单的读书票 那当联合国这个 这个投票的结果出来 会员国结果的 投票的结果出来之后 联合国的秘书处 秘书长一定会向全世界的媒体 公开这个成绩 我打个比方 如果当时有150个会员国来参与投票 来参与投票 那我们只需要150个里面的76位 我们就可以通过了 那通过之后 当联合国秘书长宣布之后 他的责任就来了 什么责任 他说我们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这个投票结果是这样 那宣布独立国家之后 他联合国的责任就是要保护 我们所有杀劳有民的安全 财产等等的 所有的程序的 这个机构的运作 所以他的责任就来了 所以他马上就会点兵 减将 叫澳洲 东国 纽西兰 美国加拿大 你们派出 你派多少的和平 维和部队 去杀米 所以我们没有兵 不是问题 问题是我们人民 这个在空格那边打擦一下 其他的由我们来处理 明白吗 由耿耳兰全民党的议员 在议会里面处理 好不好 明白 谢谢大家 好 非常谢谢你的解释 这边有一个网友叫 He Hu 他的评论非常好 他说 新加坡马来亚 沙拉越和沙巴 签的是同一份协议 既是MA63 既然新加坡能够独立拓码 沙拉越当然也能够 因为在法律面前 人人都是平等的 我觉得他说的非常的对 那我们可以请赵燕凡女士 做一些补充吗 好的 我非常认同我们这个网友所说的 因为就像刚才毛选井同志说的 我们签署的这份合约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沙巴沙拉越新加坡跟马来亚 签署的这个合约是一模一样的 到今天这个新加坡1965年的时候 他可以从这个合约里面退出来 而且他也是用UDI单方面宣布独立的 走完独立的程序 那我们就跟着做就好了 对不对 那今天我们看一下蓝党 我们所讲的 我们所分享的就是 第一我们照着跟着历史 我们study这些全部你在google 在所有的这个网站你都可以找到 我们是根据这个历史所说的 那我们根据法律就是在法 刚才说的我们如果说用UDI的方式 UDI是这个国际法院他承认的 是合法的 那我们走的也是是合法的 所以我们所有所做要做的东西 就是我们跟着做 唯一就是今天我们肯亚兰党只卖一道菜 那就是独立 我们沙拉越 因为我们肯亚兰全民党就是寻求独立这条路 我们走这条路就是我们卖这道菜 今天如果沙拉越人民 沙拉越同胞们 如果你们支持我们 你们认同我们这个沙拉越应该走独立这条路呢 那你在这一次这个沙拉越选举 把你手中这一票投下去 给我们肯亚兰党的候选人 其实你就是在做一个象征式的公投的方式 因为选举就是好像公投这种的方式了嘛 对不对所以说因为我们也只有一道菜 我们就是要寻求沙拉越独立这个 所以说今天如果我们讲到 要讲到这个独立呢 我们刚才再一次再一次声明 我们将会用这个UDI单方面这个宣布独立这个方式 怎么样形成就是用我们只要有82 82席的这个沙拉越议会的这个YB 我们肯亚兰只要有42个走进去 这42个只要这个提议动议宣布 我们要这个独立的话 42个全部举手我们就已经通过了 我们就已经通过可以完成这个程序 我们今天自由跟独立是我们每一个沙拉越人民子民的梦想 为了这个自由跟独立 我们已经在这58年里面已经在探索 已经在这么辛苦的过了这58年 我们还要再等什么 今天如果不是这个时候 还是什么时候 你还要再等58年吗 我们的祖宗老我们的婆婆爷爷爸爸妈妈已经等了58年 今天就是我们 我们现在在这个此时此刻就要写下沙拉越的历史 那就是要完成这个独立 把沙拉越带进这个走向独立的这个路程 那我在此呼吁我们纯沙拉越的同胞们 让我们这个独立 在这个独立的探索中 让我们每一个人民与我们肯亚兰一起洗手 携手并肩作战 跟我们肯亚兰一起走这个寻求独立的路 让我们每一个沙拉越子民沙拉越同胞们 一起实现沙拉越独立的梦想 谢谢Dr. Jane 是的 没错 因为已经58年了 够了就是够了 我们应该要选择这个独立之路了 那那个还有一个网友他叫田志伟 就是刚才问关于那个会引起暴乱的那个网友 他又问就是说如果肯亚兰的候选人 中选成为议员的话 到时会不会发生跳槽的事件呢 那肯亚兰现在有什么方案去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请毛宣锦同志为我们解答 谢谢 好的 谢谢我们的思议 那我们这位田同志 田志伟同志问得非常好 这所做我喜欢说的 哈哈哈 首先我们一定要来看一下 现在目前我们沙劳越的这个政治正常的我们的本质 大家还记 不知道我不懂大家还记得吗 在1994年的时候 当时的国阵就是我们的 由我们的现在的州长他领导的国阵 取得压倒性胜利之后 他们就在他们的宪法里面 沙劳越的宪法 他们议会里面通过了一个提案 就是反票查法令 结果高票的通过 那这个通过因为你还在马来西亚团队里面 你就是一定要去到这个国会 联邦 马来亚的联邦 可是当时的首先就是都马列 当时只有的都是立马列 他们在国会把这个反票查法令把它封决了 所以 为什么 因为1994年 沙巴 就是因为靠着这个青蛙 而把那个团队党 沙巴的团队党 埃林提兵案的政权把它弄垮 就是1994年的时候 所以他们 站在马来亚他们的立场上 他们绝对是不同意我们沙劳越 甚至是沙巴 更甚至是纯马来亚有这个公正的反票查法令 所以要解决这个 这个压根额就是要解决 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 我个人认为只有一个方法 那就是在独立后 OK 在独立后 我们不止这个反票查法令必须要通过 我首先就是要提的就是 我们有三个法令必须要通过的 第一就是刚刚说的反票查法令 那反票查法令一定要严格的 只要你这个议员跳槽 那必须自动的辞掉 自动的悬空他的议行 那悬空之后还没有什么 还要继续的 我们在宪法里面明言规定 所以我们要让这个跳槽的议员清娃 必须没有远久的失去这个政治的这个竞争 竞选的这个资格 竞选的资格 第二 那第三就是他远远这个跳槽的议员 他远远没有退休定 这叫做反票查法令 必须要严格的事情 那还有的两个法令是什么 就是公投法 公投法在沙劳越取得独立之后 必须要通过 那为什么 为什么必须 公投法是人民的声音 那为什么这么好的声音 这么好的法令 我们目前沙劳越的政府 他们不要呢 要通过呢 马来西亚的政府 马来西亚的这些 这些国会议员这些政府 为什么他不要呢 我说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比如说我们这条桥 南南几乎南南这条桥 这个造价 造价是1亿8千万 打个比方 1亿8千万 那人民觉得说这个造 这个太贵了 所以我们人民就有 成立来去搜集这个 申请签名 然后我们举行投票 说我们同意这样的数额 见还是不同意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点上 我们这个公投法 就可以免掉很多 汉务股币的情形出现 那各位同胞 各位屏幕前的同胞 既然这么好的一个法令 为什么不要大家讲一讲 为什么 那如果这条桥打到比方是 1亿8千万 剩下1亿8千万 那后面的数额跑到哪里 当然是倒为我们人民的群 对不对 这是第二个法令 必须通过 那第三个 第三个 就是 第三个 反参攻法令 我们一定要效法新加坡 跟香港 为什么 我们可以高薪养领 所谓高薪养领 你现在的 好像现在我们上了一个 这个YP 一个月 金水一万 那我们可以给他十万 对不对 我们可以给他十万 那八十二个一年才多少 差不多一亿左右 那我们之前讲 很多这个白线的计划 白线 大白线的计划 何止一年 何止只有一个亿 这就是好多好多的亿 对不对 我们看到 是这样的事情 这个反参攻 我们必须 在大老爷主力之后 这个反参法令 必须要严格的落实 那是肯定要落实的 为什么 如果被抓到 我们要全自己的让这些单方 做了 然后还要 可能要 我们要严格的事情 获夺他政治的这个利益 所谓政治就是 他远远 获夺他的这个 就是让他没有权力 再出来当公为 对我相信 我有严格的这个 执行反参攻法令 我们沙罗伊尔人民 还能够兴望 还能够做的美好的事情 那刚才我们讲这个 我们前志伟 我们现在我们说到这个 后准人 那这个问题 说真的 还没走到那一步 那一步 没人可以给答案 没有谁可以给答案 同志说过了 我不收隔夜子 我们 只能够告诉我们 我们所有的超越统胞 当肯亚兰党实证 我们第一件做的事情 就是三方面 中国独立之后 我们 独立了一个成为自主 自主 绝对有自主权 自主权利的国家的时候 我们的 这个三个条例 毕竟下以后 这是我给我们党里面 已经 已经多方讨论之后 这是我们总结的这个结果 我告诉大家 好的 谢谢 好 谢谢毛宣景同志 为我们的解答 这边有一个网友叫Pieter Lin 他的comment 是用英文的方式来写的 我为大家翻译一下 他就是说 所有我们的sales tax 我们的税 我们卖房子 卖车辆这些税 这些所有的东西 我们都是还给马来亚联邦 而不是给我们的州政府 就是这份收入 不属于我们的州政府 在这么久里 在这些年里面 我们一直被 Mistrict by the West 就是说 我们一直被马来亚联邦 压榨的意思 所以是时候让我们 这个上二月的人民站起来 投肯亚兰全民党一票 也非常谢谢今天晚上 我们的两位的嘉宾 今天晚上我们的论坛 就到这里了 这个page会一直持续的 有关于这个上二月独立的课题 的这个直播 请大家按那个follow button 然后就会收到我们直播的通知了 也请广大的观众朋友 帮我们like and share 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直播的视频 谢谢大家